做一个表单把它启动起来 它启动在这边可以一个下拉清单 比如说它需要哪一个 按确定之后的话 哪一个栏位它自动会帮我筛选 底下也会有状态列 然后产品名称 客户名称也是一样 那客户名称跑比较久了 所以可能最后可以再改版 比如说这个做完之后 这个下方最好是可以有一个状态列 可以跟这个配合 假设我今天做完 这个地方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把这个表单给做出来 那做表单其实并不会很困难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你们先试着做做看 那里面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你在你的表单里面 这边太多物件了 然后第一个就是在你们这个表单按右键 直接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这个前面已经做过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这边我放上分别 这边是一个标签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下拉清单 再加上一个确定就三个东西 然后名称的话 我大概顶多就改一个就是这个名称叫CB01 那这一个按钮的话其实改不改没关系 比较没 这叫BTN01好了 Button BTN01 这个是CB01 BTN01 那这个名称其实不用改动没关系 那主要会有两段程式 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启动的时候 启动它的时候 它必须有一个下拉清单 那这个下拉清单我前面应该有讲过这东西吧 就是当它activated 当这个user phone被启动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把这些清单放到哪里呢 CB01里面 所以这个写法主要是在哪边写呢 在表单空白处点两下 它会跳出一个视线 预设是click 那把它改成叫activated 应该这个有印象吧 然后呢分别在CB01 点add item 那它有一个方法叫做增加项目 里面的话呢分别给它你要的栏位名称 那开头有一个请选择 这个也是自己打上去的 只是做一个效果 那你做出来之后的话执行它 它就会有一个下拉清单了 那可是呢 接下来就是当我什么 按下确定的时候 那我这个确定呢 是要根据上面的这一个 下拉清单里面挑选的 挑选的文字去做执行哪一个程序的动作 所以特别之一就是说 如果它今天是业务的话 那你就给它一个什么 如果业务的话 那当然呢 你可以直接呼叫什么 呼叫刚刚的共用程序就好了 也就是表单 也同样的可以去执行共用程序 所以你想要怎么办 Echo 所以写个多重判断 多重判断应该还有印象吧 多重判断在VBA里面呢 一重就是if and if 两重就是if else 再and if 那多重的话应该有印象吧 if else if 再else if 反正一直else if下去了 看你有几种嘛 最后一个一定是else 再and if 这个是多重 应该有印象吧 反正呢 变来变去不外乎就这几种 大概暂时就够用了 好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多重的判断的话 在按下按钮的时候 所以这个按钮点两下 我就做什么 if cb01 这里面的文字 它的属性叫 点test 就是里面挑的东西 如果叫做业务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 call then call p4 筛选 a 3 这个应该看得懂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哇 这个很好用了 以后呢 你只要做好一个 共用程序之后 问题就变得很简单 但是 其实如果这里啊 你不做共用程序 程式还是可以写 只是很麻烦就是了 你可能要call一堆别的 然后变得程式没那么简洁 至于怎么写会比较好 那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 这个我还是比较建议你把这个共用程序 那再来就是else 有没有else 就是一副 cb01.test里面是产业别 就做这个 然后以后的话反正意思是else 然后最后的话 反之 这个反之意思是说 他不在这 这个 这几个 不是业务 也不是产业别 也不是产品 也不是客户名称 那比较有可能是什么 比较有可能是他点了请选择 如果他点了请选择的话怎么办 他点了请选择然后也按确定 那当然你什么事都不要理他嘛 所以什么事都不要理他的话 记得就是else sub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else sub很好用 也就是你不理他的话 就像else sub 所以他点了一个请选择 按确定 有没有 什么都不理你 你怎么按呢 我就不理你 ok 其实不理你 e-lisub也可以 或者也不写程式也没关系 你就在那边 其实好像else 那一行 那两行拿掉 好像也作用也差不多了 因为你 如果什么事都没有 那这两行拿掉 我看一下 应该跑起来结果应该也是一样 因为他没有被选择嘛 所以也不会有作用 只是说逻辑上面你会比较通顺 最后习惯上面会有个else 会比较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写完大概类似像这样子 那可是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 progress bar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多一个 这个progress bar在下面这边 增加一个状态力 应该还有印象 我就是必须在工具箱里面 找到progress bar 不过他不是内建的 他必须额外把它叫进来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点 那怎么把它额外叫进来呢 在哪里呢 表单里面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表单点两下 他本来没有 空的对不对 按右键 新增控制项 新增控制项 新增控制项之后的话 你找到一个microsoft 他叫microsoft的叫做progress bar 所以 新增 按右键新增控制项 你就找microsoft开图 他一定是微软 然后microsoft 然后就是POP 往下 你看他连outlook都有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你用的 那有两个 你就找最新的这个版本 有6.0的 有5.0的 对不对 那 哪一个比较好呢 当然能够run的都好 不能run的哪个都不好 所以反正你就挑一个6.0的 可能会比较好 OK 那可是 还有一种状况 就像同学刚刚讲的 如果没有怎么办 你找了半天 发现了 你这个东西没出现 该如何是好 其实呢 有个简单的策略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引用一些是 外部的控制项 你这台电脑可以walk 但是别人的电脑不能walk的话 该如何处置这才是问题 那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现在就教各位 一个简单的策略 一 你在有的地方 比如说这台有的 请你看一下下方 关键就在这里 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OCX的一个控制项 那也就是说它放的位置 一定是在 C叠底下的Windows 底下的Season32 底下会有一个MS Ctrl 这个Ctrl CTL 应该是Ctrl 那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档案 call到对方的一样的位置 C叠底下Windows 的那个Season32 但是你call过去还是找不到 你必须要注册 那注册的方式的话呢 在那个Windows有的内建的语法 叫做 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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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 是SERV32吧 然后你再去注册这个位置 它就会帮你注册好了 不过这样感觉好像很抽象 所以后来我就帮同学做了一件事情 如果以后你不会做的话没关系 你就到我后来找一下 在我们那个06里面 从下载往录资料这边 点击注册这个 如果你回去可以试试看 这边有个压缩档 你把它下载下来 那我已经帮你把那个档call起来了 并且做什么事情 你把它解压缩 那我就把它做了一个 因为之前好像蛮多同学 遇到一样的事情 就帮你call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这边有个什么呢 注册元件 其实我就帮你写一个批词档 然后还有个读我 我不知道写什么 读我 读我就是可以看一下 将这个复制到这边 然后执行注册 那因为这个动作呢 你也可以手动 如果你要 就是说这边有个批词你直接执行它 执行一下 它也会帮你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批词档 这个我帮各位写的 就会开启 然后呢 注册成功 如果你看到这个有没有 就表示成功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 里面的批词档怎么写 按右键 编辑一下 执行 实际上我做了什么事呢 这个是以前 那个DOS下面的那个 那个就是 那个指令 其实就两行 第一行是什么 Copy 跟木屋底下的东西 到这个路径 第二个呢 执行 REG 这个是注册 Surf是服务 32位元的版本 然后呢 这个东西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环境下面 少了这个东西的话 只要下载 其实好像执行就好了 我会自动帮你 call到那个底下去 并且帮你执行注册 那应该没问题吧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walk了 大部分状态 那Win8 好像同学有预购啦 不过好像这个 之后给他之后 他就没有 没有告诉我 有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这个 假如还有问题的话 那再 再说吧 我想应该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当然除了说 这个东西 不是说只有试用它啦 以后反正所有的 那个OCX 都可以利用 类似的方法完成 OK 所以以后反正你的外挂 假如你这一台挂得上去 另外一台挂不上去的话 用这个方法 就OK了 应该懂意思吧 这我帮你们写 因为之前同学遇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想说 好吧就好人做到底 他就帮忙写了一个注册元件的这东西 OK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 下载网络资料 因为在那个 当日行情的 这个 股市当日行情的 这里面也会需要用到Pricebar 所以同学就卡住了 那我想说就直接帮他写个就好了 不然的话 如果我用讲的 有时候你们可能回去还是乱不出来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在这里你就把它下载就OK了 好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 假如你遇到 你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 call 起来 注册一下 就好了 它就出现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在这个下方 我希望让他可以什么 可以运行 那运行的话当然 名称它叫Pricebar 1 太长了 我习惯是把它改成PB好了 Enter一下 那我等一下需要什么 就是说 最好是什么 它没用的时候就不要显示 它用的时候在显示 那这个额外写没关系 最好是按确定的时候 它可以告诉我进度 这样会更完美 可是要如何告诉我进度 而且可以跟它的流畅搭配在一起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那请各位 现在你原来的重要是按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名称记得先改成Home好了 这个我想前面都交过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顶多是加一个Progressbar 这个Progressbar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感谢观看